亲爱的家人们 主内平安 我们从小就接受着道德品质教育 小学就有思想品德课 我们生活在世上 世上的法就是衡量我们善恶的基准 违法了就是恶人 违反了道德品质 在人的眼里就是道德败坏 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衡量人的标准 那么我们今天是信仰人 世上的这些法律 我们当然都要认真遵守 可是我们前面又加上了信仰两个字 就不同于世上的人了 那么作为信仰人 在信仰的世界当中 区分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文 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雅各 雅各是不是为了得到长子的名分说谎了 骗了他的哥哥 如果按照现在的道德水准 在世人的眼里 他是不是犯了欺骗罪了 再看亚伯拉罕 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也说谎了 和法老王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 还有摩西 摩西可是杀人犯啊 可是神为什么拣选他们 难道他们都不善良吗 所以说我们的观点跟圣经所记录的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想法去看待神的想法呢 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 这里说人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 所以说我们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不是天地之差呀 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以世上的伦理道德作为基准去衡量呢 但是呢 这些又是我们应当遵守的 而圣经区分善恶的标准跟世上不太一样 因为圣经当中有他区分善恶的方法 带着这个问题 先看一下什么是善 在马太福音里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说 有一个青年财主来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 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说你怎么称我为良善的呢 除了神一位以外 再没有良善的 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 也就是说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 那就神一位是善的 我们怎么看见他呢 我们怎么看见他善良的这个部分呢 神怎么把他的善显露出来呢 他又看不见又摸不着 怎么能够区分他的善良呢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这里说道就是神 那也就是说 神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他以道的形式显示出来了 道就是话语 以话语的形式把它显示出来了 也就是说赐给了我们这本圣经 把他所有的思想 意念 计划 执意都记录在这本圣经当中了 那我们区分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 这里说教导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 所以这判定的基准是什么呢 是圣经之内 还是圣经以外呢 不是世上的 而要以神的思想意念为基准 也就是这本圣经